哈喽哈喽大家好 今天收到了一台8P 这个8P的问题就是 他这个老铁本来是在 一个二手平台上买的 买回来之后呢 因为喇叭破音 他又去换了一次 然后人家说喇叭有问题 清了一下灰 清了一下灰 好了 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他突然有一天 被这个手机电了一下 电了一下以后呢 他就这个手机就开始掉电 一晚上能掉60%的电 然后 还会莫名的发热 然后就会很卡特别卡 然后他又去售后 售后的人告诉他 这个机器进过水 然后不在他们保修的范围之内 然后就给他退回来了 退回来之后呢 他可能觉得 他是觉得这个人可能忽悠他了 这个手机好好的 他没有进过水 但是为什么会这样 他就拿到我这边来修一下 然后这个手机到我手上来的时候呢 他是没电的 我充了一会电 放了一会儿 他确实是漏电很严重 然后这个手机会非常的热 然后我测了一下 他的这些功能 也没有重启记录 这功能全部都OK 就可以拍出这些 挂载的IC出问题了 然后这个像现在夏天嘛 很多手机都会很热 有些小伙伴 包括我自己的手机都会很热 他这种情况下 你要判断他是不是漏电了 你把手机锁拼 放着你放着 APP全部退出来 然后如果他还是持续发热的话 可能就是主板漏电了 如果他过一会儿就凉下来了 然后他就可能就是你 你用的他开的APP比较多嘛 他就会有的时候会非常热 这种是一个正常现象 包括像特别是XS XS Max 像11 11 Pro 他们都是双层的 所以说会更加的热 这都是正常现象的 然后这个机器呢 现在上电呢 他就是有160毫安的漏电 都是一个主供电的漏电 应该是电容被软机穿了 或者是主供电上哪一个挂载的IC出问题了 然后它漏电160呢 它是可以开机的 然后所有的功能都是OK的 都是正常的 现在把这个手机拆出来 看到这个手机确实是进过水的 然后问题也看到了 就是说因为视频拍的不是很清晰 你们可能看不到 然后这个单板的情况下上电了 它也是有160毫安的漏电 然后这种情况主供电漏电 它这个是一颗电容出问题了 一个因为这些滤波电容 主供电的滤波电容 都是一个无机性的电容 它有的时候如果直接击穿它 它就是短路 如果软击穿呢 它就是属于一个漏电现象 这就是跟一个电容的特性有关 有小伙伴如果想了解 可以去百度一下 然后这个手机 现在拆出来可以看到WiFi边上 有一个电容已经被烧糊掉了 烧得非常严重 这是一个主供电上的一个滤波电容来的 然后虽然它只烧了一颗 但是它因为它是封胶的 然后旁边又会有很多小的电容 电阻电感 然后就要把它们清理出来 等一下 因为它长期工作在温度比较高的地方 它可能会虚焊 有可能会用一段时间就会不行了 所以说要把它全部给它 把有隐患的地方全部修掉 因为修手机为了挣钱 挣钱的前提就是手机要修得稳 对不对 然后这个板呢 它虽然是烧得比较严重 已经烧到第二层了 但是它并没有什么伤筋动骨的 就是看起来比较可怕 触目惊心吧 大概可以这么说吧 就看起来比较严重 其实问题不是很大 就是它旁边这些小东西细节要处理一下 它一般情况下回去用的话 是不会有问题的 这个手机是确确实实进过水 但那个小伙伴说它没有进过水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未解之谜了 然后我现在把这些处理干净 这些旁边都是一些零欧的电阻 或者是一些FL 我们行业都叫它保险电感 都是可以短节的 正常情况下 电感是不可以短节的 但是手机上有些FL的电感 它是可以短节的 如果是个L 就是不可以短节的 然后原理图 可以看到烧的电容 这一端是一个供电 所以水只会对电有感兴趣 烧的比较严重就是这一端 PPVDDMAN 然后这个是一个主供电的 PPVDDMAN 应该有学过 应该有很多小伙伴都能看得懂 它是一个主供电电子发过来的供电 它就是VABT BAT 就是个电子Battery 到WiFi的 这是个芯片 这个芯片是WiFi 给WiFi的一个供电 WiFi有两组供电 一组是1.8 还有一组就是一个主供电 主供电电池一般都是3.8V 就是3.8V的供电 然后这一组烧了导致的 然后旁边这一颗小的 也是一个主供电的一个绿波 都是一个绿波电容来的 然后这个小的也烧掉了 下面还有颗大的C7609 这颗是没装的 所以说它的焊盘 它供电的地方就是非常的黑 因为水只会对电感兴趣 所以说它就被烧了 就会很黑 那旁边的一个FL3995 就是一个后置摄像头的一个 广角1.8V供电 这个1.8V是一个电源 发出来的一个线性供电来的 然后这个FL3995 它这一端 它第一端就是一个输入端 就是一个电源发出的一个线性供电 然后在边上就是一个小电容 这个电容是个C7607 这一颗也是一个绿波电容来的 可以不要的 然后这个R3905 它是一个0欧的电阻 就等于FL 保险电感 然后就是一个CPU到广角的一个时钟 就是它这个是属于一个iPhone C的电路 它有一个时钟一个数据 但是这种情况下 它不是属于上拉电阻 像iPhone C 它是有个上拉电阻的 然后这个R1240 它就是一个上拉电阻 它跟那个是不一样的 它是跟这个前面掉了 如果取下了两颗呢 它是一个类似于一个FL的保险的作用 就属于跳线用的 所以说它是一个零欧的 可以直接短接的 可以就是没问题的 所以说等一下短接的话 你们就不用去担心或者好奇 说这个东西为什么会短接 这不是一个电阻吗 其实这个电阻是可以短接的 然后上面一个3901和3900呢 它就是一个iPhone C0 也是照相上用的一个总线来的 它也是一个零欧的 也是可以短接的 不是属于上拉电阻来的 电阻是上 有些是上拉 有些是下拉 手机上用的都是这些 它不属于上拉电阻来的 还有一个FL3901 这是一个照相的供电 就前置相后置相组的两颗 还有前置相组的一个供电来的 就是2.85V的供电 它是一个FL来的 也是可以短接的 它是从照相IC出来的 所以这一颗虽然它比较大 但是它定义是FL 只要是FL 我们一般修手机的时候 都会把它短接上 短接第一方面就是为了快 因为短接确实很快 也不用去补电容了 也不用去补电阻了 然后滤波的话 那一颗电路上那么多颗 这少一颗两颗是没事的 然后有些时候 比如像像这种情况 它边上就是WiFi 然后背面也是有很多电容 电阻电感的 如果你要是加热 你去补它的时候 你肯定是用风枪去加热它的 加热它的背面可能就会被吹爆了 可能会虚焊 它有的时候直接就出功能问题了 有些时候它是不会出来 因为那之间时候它会虚焊的 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尽量 第一是为了快 第二是为了安全 所以说直接短接了 这些短接对它是没有影响的 这个你们放心 肯定是没有影响的 如果像背光 像背光电路 还有深压的 有些电容它输了滤波 还有震荡 还有一个就是深压 储能 有些储能的电容 你是必须要补的 像那种滤波不补是没事的 这一颗通路上哪怕一颗都没有 它都没事的 大部分情况下都没事 但是大部分情况下 它不可能会把它扣到一颗都没有的 所以说这个就不用太担心这些东西 因为我看到很多人都会问 但是我说的可能你们可能比较乱 因为并不是那种科班出身的人 大概就这个意思 然后这个电容扣掉了以后 在上电它就是不会漏电了 不会像刚才那样一上电 它就会有160毫安的漏电 然后因为我刚才扣的比较多 我现在就装上机测一下它的基本功能 主要就是照相 还有一个感光 主要是这两个功能 然后它开机 也是电流也是正常的 也是没毛病的 这个机器就是基本上就已经修好了 其实很多小伙伴 很多很多很多小伙伴都迷信防水的 其实手机并不防水的 其实防水呢 它也不是说它并不防水 就是因机而异吧 不是每一台手机都能防水 像我现在跟你们说一下 我们一般修到进水的手机 它都哪里进水啊 一般尾叉这边是不会进水的 喇叭这边有偶尔会有进水 但是大部分都不会 一般都是指纹这里面会进水 指纹里面有个小垫片吗 还有一个就是卡槽 卡槽东西进水 然后就是开机键 开机键这里会渗水进去 然后还有就是大 90%左右都是这个静音键来的 静音键会进水 还有后面那个闪关中后面一个小圆孔啊 小圆孔是一个麦克风来的 就是一个降噪麦克风 就是你们一般 我们一般喊的 Hey Siri 它就是这个地方在收音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就你打游戏的时候 你跟队友沟通的时候呢 也是你跟队友沟通的时候呢 他打游戏的时候呢 他是用的也是那个降噪麦克风去用的 然后你打电话的时候呢 用的是下面那个麦克风 你免提的时候呢 用的是也是上面那个麦克风 所以说这个麦克风很容易进水的 就不要迷信防水 很多我看我之前的视频里面 弹幕啊 评论里面很多小伙伴都在讨论 IP67啊 IP68啊 什么防水啊 怎么怎么样 它是一个特定的条件下 它是防水的 而且这个手机的制造过程中 它肯定是有 是有公差还有误差在的 公差可能会降的很早 但是误差肯定是会有的 防水呢就是这一层黑黑的这个胶 它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啊 这个胶它的密闭作用就会变低 有些人就说我刚买回来都洗的 没事 用了一年之后又洗了一下 然后就挂掉了 这种情况特别多 但是大部分一种 大部分一种言论就是说 我身边的人 包括我自己都洗的都没事 那只是你能代表你的小团体 是吧 你不能代表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範围 因为我们是修手机的 每天就靠着它吃饭 每天跟那个打交道 所以说我们会遇到很多很多这种情况 就不要迷信去防水 很多人就说 那我手机换个电池会不会不防水了 那我手机去换一个扩个容 会不会不防水了 其实它本来就是不防水的 就是很多人买过手机回来洗 它是没事的 但是还有一部分人洗了就挂了 像之前有个高中生来的 他涨了很久的钱买了一个X 就是很早之前了 那是X刚出来 他就晚上去跟同学们喝酒 喝酒那个酒桶 那个酒桶里面放到有冰块 然后画了之后 他朋友的iPhone7用了好几年了 然后他用的X 还有他那些女同学在 这个就可以理解了 装逼 然后都放里面洗 洗完之后 他们的都没事 就他自己的屏幕绿了 然后面容挂了 他才买回来三天 你说这怎么解释 就这种东西你们尽量不要去尝试 如果手机很热很热的情况下 你就放着它 让它歇一会 不要一直用 或者买一个小风扇散热塔 是吧 反正就是可能我说这些东西 我很多人会在反驳 就是说它是防水的 怎么怎么样 什么IP67 IP68的 这都是扯犊子的 如果你仔细去看苹果的广告 它是没有告诉你 它是在游泳池里面 或者在海里面用这个手机 或者是漂流的时候去玩这个手机 它都是在一个雨天 然后一个妹子 或者一个男的拿一个手机 当你拍视频 或者接电话 对不对 它没有人告诉你 他在水底里面拍照 对不对 或者在水底下录视频 没有这个广告吧 所以说它只是防水件 不是防你的 你手件你去洗它 你去泡它 它挂了 那人家怎么会给你保留呢 对不对 像apple watch 就是那个表 苹果的表 那个表是可以防水的 清测up组清测是防水的 然后我带了 我的S3已经带了好几年 然后我经常 如果有很多汗的话 我会去洗一洗它 通常是确实没毛病的 因为表 它是潜水游泳 广告里面 都有这个 都出现这种画面 所以说它就没事的 所以你们不要去 桌子去泡手机 我是真的 出于好心 出于好意 可能 可能你觉得我在危言耸听 但是我还是建议你们不要去 不要去做这些事情 然后就希望各位小伙伴 你们给我点点赞 这个视频 做的挺长的 挺啰嗦的 因为那个视频好简单 故障其实很简单的 它这个问题误导了大家很久 干脆再说一点 就是还有些人 他就迷信 就进水了 放在迷里面泡一泡 他就能 好 我靠 我到现在都不明白 这个梗是怎么回来 怎么出来的 手机放在手机进水了 他现在都是带有一定的防水作用 然后那个 这个 它是从那个静音键啊 或者是叫做麦克风进去的嘛 然后你的水是进去了 是ok的 它是流进去了 但是你在里面的时候变成水珠 你一使用的时候 它会发热 发热会可能会变成蒸汽 它会 会跑到别的地方 然后等你不用的时候 它又变凉了 然后它就会变成水珠 然后又可能 这个水珠又流到另外一个地方了 那这种串电的情况下 就会非常严重 会烧很多地方 有些时候会烧总线的 进水的第一时间的处理方法是 找一个靠谱的电 如果你觉得它不靠谱 那它给你清洗的时候 就是单纯的清洗 不要 它可以撕你的屏蔽罩 可以撕你的黑色的贴纸 是可以的 你看着它撕 不要像小姐姐一样去清洗一下 硬盘回来没有了 这种情况是很多存在的 就反正你不开机的来 是吧 我清洗好以后还不开机 我再给你 那跟我也没关系 对不对 你也不懂 清洗的时候呢 就只是清洗 就很多人说我手机进水了 只是拿去给别人看了一下 你理解就是我蹭蹭我不进去 但是它确实不是蹭了蹭 它确实是进去了 而且还把你搞了一塌糊涂的 我经常经常经常遇到那种 我手机进水了 UP主帮我修一下 我说可以应该问题不大 然后拿过来看一下 先报个价 先看到机器报价给你 然后你先决定修不修 然后拿到我手上来的时候 我说没有一台是别人只是拆开看一看 拆开清过水的 买一台是被别人搞得稀巴烂的 其实也有一些是只是清了一下水 没有做别的事情 但是还是提醒你们一下注意安全 不是说所有人都是坏人 但是有那么一小部分人 确实是这样做的 大部分来说修手机的人 都比较比较兢兢业业的就是 反正我身边的人都会都是这样做的 但是也不排除极小部分的人 对不对 也不是说过去黑别人 然后再抬高自己 就看你们怎么理解了 还有就是因为我说这么长的时间 说进水这个问题呢 因为现在夏天来了 很多小伙伴手机一发热 就觉得我是原机 我可以去冲一冲 我去洗一洗 我去泡一泡 结果全部都凉了 就是像X这种机器 它的面容非常的脆弱 有面容的机器 它的面容都很脆弱的 你只要 如果是它那个听筒网 要是不是很密闭性 不是很好 刚好泡到听筒网了 那个点阵 或者红外烧掉了 就凉了 这个面容就没了 就是且行且珍惜吧 就听人劝吃饱饭 然后大家这么长的视频 你们一定要给我点赞 对吧 点赞投币 最好是三连 就拜托大家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